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呢,我要教大家做一道鞭炮 蛤?这不是美食节目吗?为什么要做鞭炮? 对啊,没错啊,我们会用三文鱼来做一个鞭炮的造型 哦 首先就是今天的主角,一片新鲜的三文鱼 还有就是这个用来包越南春卷的米籽 配料有胡萝卜,红色灯笼椒和姜 最后就是这种微辣的红辣椒 只需要把辣椒切成一个环状就可以了 把胡萝卜切成四 姜也切成四 这个灯笼椒也一样的切成四 然后来处理三文鱼 先把他的皮给去掉 切成大概三mm的厚片 然后就为他做些调味 半茶匙的盐巴 半茶匙的胡椒粉 一茶匙的芝麻油 还有一茶匙的辣椒油 拌匀后放一旁备用 先把米籽剪成一半 然后把它剪成三根手指的阔度 再剪成一半 大概这样的尺寸就可以了 米籽沾水让它软化 先摆上辣椒 盖上一片鱼肉 盖上一片鱼肉 胡萝卜 红灯笼椒 还有姜丝 把鱼肉和配料按紧 再往前卷 米籽沾水后会自带粘性 可以牢牢的粘住 很容易的就完成了 这里就是卷好的鞭炮卷 由于我用了sashimi级别的三文鱼 所以这样生吃也适合的 不过我会把它给蒸熟 先为盘子抹上一层煮过的油 因为生油有那个油腥味 然后表面也涂上一层油 避免水蒸气弄到米籽过软 蒸四分钟就可以了 我们来做些装饰的葱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把它们組裝起來 成品非常好看 把魚肉取出後就可以擺盤了 建議使用時搭配這些蔥白絲 我先吃咯 歪傑借這道漂亮的鞭炮卷 祝福大家在來臨的日子裡 勢如破竹節節勝利 謝謝收看 我們下期見吧 拜拜